4月19日,31岁的演员马可在社交平台晒照,并发文宣布自己当爸爸的消息,从照片中可以看到,马可晒出了宝宝的脑袋,宝宝躺在婴儿床上,脑袋超圆,而且小手还张开着,手掌红润模样喜人。 马可发文感谢老婆到老婆,辛苦了,他还曝光了宝宝的名字叫小波罗,马可可表示,欢迎你来到这个美好的世界,美好的家我和妈妈会用心爱你,守护你,陪伴你,我们一家共同成长。 很多网友看到马可晒出的好消息后,评论到是妹妹还是弟弟呢?一定要幸福,也有网友调侃道,你好会起名字,是马可波罗的意思吗? 马可作为童星出道,因出演电视连续剧《家有儿女》被观众熟知,他在里面饰演的角色,是小雪的男朋友狂野男孩,马可真正走入观众的视野,还是在花千古中出演的沙千墨这个角色。 马可的老婆王丹妮也是一位演员,两人都非常喜爱自己的演艺事业,再次祝愿马可成为了爸爸,这个消息也是非常令人激动,未来也希望马可可以继续带给观众更多好的作品,与妻子能够继续幸福下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